以色列军方今天证实首都动用名为C-DOM的防御系统 成功发射防空飞弹 拦截从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进入领空的不明目标 有消息指出这可能是来自燕门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射的攻击物体 事实上以军曾多次运用陆基铁冲防空系统拦截哈马斯从加萨发射的火箭 而这回立功的C-DOM则是改良型的海基板铁冲 主要安装在萨尔6型护卫舰上 能够保护以色列海岸线为海上防空再添力气 以哈战争开打超过半年 现在战场更扩大到中东其他地区 在北部战线 以军已经跟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数月 而以军宣布在8号透过空袭行动攻击黎巴嫩南部地区 并成功炸死真主党指挥官阿里 而这也是加萨走廊爆发战争后 第五位被以军击毙的黎巴嫩高阶将领 此外以色列还在本月1号袭击了伊朗驻叶利亚大使馆 行动造成至少把人丧命 对此伊朗扬言势必会发起报复行动 让以色列在各国的大使馆不再安全 面对伊朗的复仇威胁可能让中东战事进一步升温 美方也警告伊朗不要借机袭击美军和美方设施 以及采取任何会引发冲突升级的行动 而在加萨南部 以色列在周末刚做出重大宣布 表示只会留下一个绿的兵力 大举撤兵的行动被美方解读是战术性重整 并没有打算要休战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天也发表声明 表示要战胜哈马斯就必须攻进加萨南部的边境城市拉法 并透露已经敲定行动日期 面对伊军可能攻进上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最后的避难城市 包括美法等国以及埃及和约旦都告诫 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 否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以上是记者陈宜君整理报道